花雨时期 她的一生 完美了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和各位听众朋友们 你们好吗 我们非常高兴 又到了与您分享 每日灵修的时刻 今天是8月6日 星期日 我将继续带领您一起分享 来自克里斯牧师 话语的时机 我们今天将要分享的主题是 被神的话语净化 开篇经文来自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 经上说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 但你们在主耶稣的名里 并借着我们神的灵 已经洗尽 成圣 成绩了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一节中 做了一个惊人的陈述 确立了哥林多基督徒的现状 强调他们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 和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尽 成圣和称义的 多么深刻啊 请注意圣灵通过保罗的表达 他并没有说 你们中间也有人是这样 相反 他说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 指的是在第九和第十节中所列出的不义之人 但他们是如何被圣灵洗净的呢 通过神的话语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三节 主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他用他的话语净化了他们 当他们聆听 他对他们说出 他圣洁和公义的话语时 他们就被净化了 神是应当称颂的 今天当我们分享神的话语时 同样的事情发生了 当他们聆听时 他们的心就从一切不义中得到了净化 许多人见证说 当他们听我们分享神的话语 或者当他们默想经文时 突然之间 他们似乎在灵里被分刺了什么 他们领受到并陶醉于他的永乐和爱 神的话语除去了一切不健康 不愉快和不洁净的东西 多么美妙 我们被神的话语洁净了 哈利路亚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一起来宣告吧 神的话语 是我摆脱了任何不健康 不愉快或不洁净的东西 他从我的生命中 抹去了疾病 贫穷 罪恶和所有黑暗的作为 在主耶稣的名里 并靠着我们神的灵 我被洗净 成圣 称义了 荣耀归于神 我们今天的参考经文如下 约翰福音 15章3节 AMPC版 格罗西书 1章21-22节 CEV版 荣耀归于神 我们相信你们因今天的信息而蒙福 我想温馨提醒大家 今天晚上10点 是我们以克雷斯牧师 8月份的全球圣餐礼拜 请访问以下的网站 并参与线上直播 谢谢大家 哈利路亚 主内平安 这本美人领修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7000多种语言 一本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 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 将福音传到地极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tnimia atgmail.com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 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 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 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 神荣耀的同在 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